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莫尼克 其實現在是晚上9點來的 不過9點這裡還沒有日落 這裡是莫尼克市中心 9點鐘 這裡是地下街,剛才是商場 不過店鋪都關門了 有少少關係 關係就是我們一半是沒有莫尼克 他那套店鋪是叫莫尼克,有半是低的 當然我們這次是公開的 所以公開的環遊就方便說 接下來有機會跟大家說一下 不過主要有少許時間出來遊覽一下 因為這個噴水池也挺大的 大過香港公園也很高 我初初來到澳洲的地方 他坐在這裡 對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 周圍都是,整條街都是 你覺得沒有特別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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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印象 印象 對 這兩座是翻新的 原來它的油是油的很漂亮 但是油的也很漂亮 那些石像是舊的 這些石像是舊的 所以那些石像肯定很舊的 石像就沒有翻新的 石像就沒有翻新的 下面的全都沒有翻新的 好,我們走去豆城區 這裡有豆城區很多擺放 這隻石像是城堡 大家看看這隻石像是城堡 周邊有些城堡 大家看看這隻石像是城堡 周邊有些城堡 好,剛剛很多人都挺有天才 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來到其實見到很多亞洲面孔 亦有很多內地人 因為有很多中式超市 這裡的比例也不少 我們就這樣看 香港人 看毛尼克應該沒那麼多 相信應該是內地人為主 在地鐵應該是 這座很舊 毛尼克應該是第二大城 應該是 我們對他的認識 除了在電影《毛尼克》之外 就是拜仁 毛尼克 主要是 其他認識 主要是踢球 拜仁 這裡先拍到這裡